-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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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可以問一下是為什麼嗎 - 柯文哲 - 因為他台北市長做得太爛了 - 欸 - 大姐是台北市民嗎 - 對 - 那大姐明年一定會投票嗎 - 會啊 - 我最不喜歡他投票 - 柯友怡 - 柯友怡 - 為什麼啊 - 講話好像有點空洞 - 那你有想法啊 - 自然你沒有要去投 - 呃 - 不表態 - 那你明年一定會去投 - 對 - 柯文哲 - 好 賴晴德 - 賴晴德 - 那我侯友怡 - 為什麼是賴晴德 - 因為我最不認識他 - 最不認識他 - 最不懂 - 為什麼是賴晴德 - 沒有陳友怡 - 柯文哲我覺得OK啊 - 另外兩個都不知道啊 - 那兩位明年一定會去投嗎 - 看有沒有空啊 - 不會的話 - 那幫我投賴晴德一張紅色的 - 欸 那麼多人喔 - 先生的話是 - 侯友怡 - 可能會去投 - 我們投一個 - 桃紅色的 - 給侯友怡 - 賴晴德吧 - 賴晴德 - 為什麼 - 就是因為目前民進黨執政 - 就是效果沒有很好這樣子 - 就是過去的八年 - 對對對 - OK 那就是相比下來 - 我沒有說民進黨不好 - 對對對 - 沒關係 其實都可以講 - 真的 - 沒有 我怕被肉搜 - 我們也請總統 - 能夠要求他的網軍 - 停止對我的攻擊 - 你會去投票嗎 - 會去投票 - 一定會 - Must be - 會 - 大哥最不希望誰當選 - 賴清德 - 賴清德 - 為什麼呢 - 統都啊 - 問題 - 希望兩岸可以更和平 - 不是說和平 - 我們只有和平 - 沒有選擇 - 不用講什麼意識形態 - 必須和平 - 不管藍綠 - 只有和平 - 但是你如果一直為了政治利益去炒作 - 這個我覺得很不好 - 因為他當選一定是亂 - 先選不亂的 - 比較不亂的 - 這叫做 - 罪惡之中挑選比較不惡的一個 - 我也不是國民黨的 - 我只是一個中間性的 - 只是對這個事情看的 - 我認為 - 可能我們活得比較老 - 比較清楚 - 和平是很容易得到的 - 而且沒有別的路 - 政治人物其實不需要在那邊再去欺騙選民 - 為了選票 - 只有和平 - 大家才能夠安和樂利 - 過好日子 - 我覺得這是我們大家都需要的 -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 但是最重要的是 - 安和樂利 - 社會平安和諧 - 對不對 - 明年的大選一定會舉投票嗎 - 一定會 - 一定會舉投票 - 推廣健康生活方式 - 逐步引導所有的朋友 - 進入健康快樂幸福的社會 - 生活 - 是我的目標 - 謝謝 - 這個 - 賴慶德 - 什麼呢 - 綠德不太好 - 綠德不太好 - 我說 - 我覺得蔡依瑋沒做得很好 - 那你明年一定會去投票 - 應該會啊 - 會 - 侯友宜好了 - 這不算侯友宜 - 最近啦 - 最近的話 - 我應該是侯友宜 - 因為覺得最近那個 - 就是那個未讀的那個啊 - 然後好像沒有處理很好 - 這樣子 - 兩位明年都會去投票嗎 - 會啊 - 會 - 兩位明年都會投票嗎 - 會 - 會 - 那我的問題比較不一樣的是 - 最不希望誰當選 - 侯友宜吧 - 侯友宜為什麼呢 - 覺得他好像對於一些事情沒有很了解 - 但我覺得他當得不錯 - 只是說他如果還要在網上更高的位置的話 - 可能腦袋要動得比較靈光一點 - 我好像也是侯友宜耶 - 我覺得他當市長的時候真的當得都還蠻好的 - 可是我覺得他要在網上當到總統的話可能 - 氣質要跟上 - 就是他行為好像老派一點 - 對我覺得如果他要變總統的話可能要 - 某些程度要再提升 - 這樣子 - 好 - 耶 - 這個 - 兩位都是耐心的 - 大家要問一下為什麼 - 就不喜歡他 - 就不喜歡他 - 就好像感覺他們在為台灣人沒有變得更好 - 對 - 兩位明年都會去投嗎 - 會 - 一定會投資 - 會 - 對一人一個 - 左邊這個 - 賴清德怎麼說呢 - 民進黨有點偏離民意了 - 太一股形了 - 完全都沒有 - 民意決定是怎樣 - 反應是怎樣 - 他還是一定要那麼做 - 先生明年一定會去投票嗎 - 不一定 - 先生這邊方便幫我投一張 - 粉紅色的貼紙在賴清德這邊嗎 - 粉紅色的意思是 - 還在觀察 - 還在貼紙面對 - 可是我們家是民進黨的 - 可以馬賽克嗎 - 我是台獨分子 - 所以我一定投民進黨 - 我們家是柯黑 - 所以柯文哲不行 - 國民黨也不行 - 他們兩個的話我覺得柯文哲吧 - 因為他 - 比較反反覆覆啦 - 以前 - 更不喜歡 - 對更不喜歡 - 因為以前他 - 可能跟民進黨很好 - 然後現在又跟 - 就一直變來變去有點 - 不太行 - 所以明年一定會投票嗎 - 會 - 一定一定的 - 一定一定的 - 一定一定的 - 漂亮喔 - 兩位方便問一下 - 明年一定會投票嗎 - 會吧 - 會吧 - 比較不希望誰當選 - 柯友宜吧 - 柯友宜 - 我應該是他吧 - 妳是柯友宜 - 為什麼呢 - 我不知道 - 因為我們家都是綠的啊 - 對 - 這邊可以 - 報英文 - 沒有啦沒有啦 - 柯文哲吧 - 柯文哲 - 因為他很適合在醫院 - 應該也是他吧 - 為什麼 - 他感覺 - 對跟他講的一樣 - 比較適合 - 應該是台北市民嗎 - 欸不是 - 不是 新北 - 明年一定會去投 - 會 - 那方便幫我在 - 最不希望當選的這位 - 投一個綠色的 - 綠色的意思是 - 一定會去投的 - 哦 - 就是一定會去投的 - 了解 - 我最終目標是 - 訪問100位 - 加油 - 對 - 侯友宜好了 - 為什麼呢 - 就他講話比較沒有太多組件這樣 - 一樣 - 一樣也是侯友宜 - 為什麼呢 - 因為 - 習慣上 - 習慣上 - 習慣上就是有自己要選的 - 兩位明年都會投票嗎 - 會會會會 - 還在想 - 還在考慮的話 - 幫我用粉紅色貼給侯友宜一張貼紙 - 一定會去投的話 - 幫我用綠色投給侯友宜 - 賴清德 - 為什麼 - 因為他是明清黨 - 覺得他們做的沒有很好 - 明清黨做的嗎 - 對對對 - 先生一定會去投嗎 - 不一定 - 大概50% - 50% - 所以幫我投一個粉紅色的票 - 投給賴清德 - 最右邊的吧 - 這一位嗎 - 投給賴清德 - 你說的喔 - 對對對 - 警察與流氓一線之隔 - 明年一定會去投嗎 - 要有我們想要的方向吧 - 目前我沒有看到方向 - 還沒有決定要去 - 沒有看到方向 - 那大姐可以幫我投一個粉紅色的票給侯友宜嗎 - 因為粉紅色的意思就是還在觀望會不會去投票 - 還是我幫大姐投 - 去幫大姐 - 好 - 好 - 所以你投選侯友宜是因為另外那位沒有再出現沒出現的那位 - 因為我覺得程序會有問題的話你可以讓他做 - 對對對 - 那方便問一下明年會去投票嗎 - 會啊 - 一定會投 - 最不希望誰當選 - 賴清德 - 賴清德 為什麼呢 - 他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發展 - 然後之前看到他在他原本的地方好像有掩埋場還是垃圾掩埋的問題 - 之前看人家在說 - 好 - 中間吧 - 中間是個問者 - 為什麼呢 - 有點假 - 他有點假 - 怎麼個假吧 - 不知道 - 就是整個感覺上啊 - 就表面跟私底下 - 不希望他的表現 - 對 - 那一定會去投 - 明年一定會去投 - 對啊 - 那我會被抓 - 為什麼會被抓 - 哈哈 - OK好謝謝 - 極戰 - 覺得我們是投給最不想要的 - 這個 - 不清不楚 - 不清不楚 - 那 明年一定會去投票 - 應該會去投 - 應該是國民黨吧 - 真不希望國民黨當選 - 為什麼呢 - 其實沒什麼特別原因 - 就是 - 不支持保守政黨這樣子 - un 你明年一定會投票嗎? 會 會投啊 也有紅色的 那個是粉紅色 紅色還在想一下比較多還不確定 欸 賴清德 最不希望喔 最不希望 那方便受訪一下嗎? 好啦 可是我怕會被罵耶 你明年一定會去投票嗎? 明年一定投嗎? 一定投 一定投 那為什麼就是會最不希望賴清德當中? 想說新年新氣象 要換一下 對 好 我會選 侯友宜 最不希望侯友宜當中 但是我會投他 你會投侯友宜? 是你最不希望侯友宜當中 對 為什麼? 資格不夠啊 那為什麼又會投他? 我犯藍的啊 犯藍 就是 又不希望他當選 對 我覺得他當選蠻弱的 只是 其他人當選 也沒有什麼好處啊 會去支持藍 但是 不是很喜歡這個人出來選 這樣子 那所以大哥也還在逛逛嗎? 就是選的話會投他 那要不然就不出來選 所以投票率大概 會去投票的幾率大概是50% 目前 應該是低於50% 那大哥可以幫我投一張 紅色的票嗎? 因為我們用顏色是區分 會不會去投票 紅友宜吧 最不希望紅友宜啊 對 因為他講的話就是沒有什麼建設性 我那時候看到他去那個政大那個演講那個回答 他都在逃避問題的回答 就是沒辦法直接人家要講問什麼 然後他講什麼 拿杯子 對 對對對 最不希望 我應該也是紅友宜吧 你是紅友宜 我本來就比較不會選國民黨的 對 那兩位都會去投嗎? 明年一定會去投 大哥明年會參與投票嗎? 會啊 因為阿狗啊 最不希望阿狗當選啊 阿狗跟我們落跑了啊 阿狗因為我不喜歡你 因為你落跑了 我喜歡Hook 沒有這是什麼 總統當選人的那個呢 你喜歡阿哥文哲啊? OK 那想問一下大哥明年一定會來投票嗎? 是 最不希望誰當選 直接直接 他 最不希望賴君德 對 為什麼呢? 民進黨執政的不是 很好 這八年 對 想要換別人來 對對對 輪替一下 賴清德吧 賴清德 為什麼呢? 因為你選賴清德 就要讓陳時中當行政院長 比較不喜歡一點 比較不喜歡 比較不喜歡 想問一下帥哥明年一定會參與投票嗎? 會啊 一定會 帥哥明年會去投票嗎? 會 應該會 最不希望誰當選 賴清德吧 為什麼呢? 覺得好像台南市長以後沒什麼表現啊 上次角逐總統輸了以後好像覺得有點 有點變二咖 所以就覺得不太好 對 OK好 好 明年都會去投票嗎? 一定會一定會 一定都會 一定都會吧 都會 那我們這邊的問法比較不一樣是 最不希望誰當選 啊? 我是他耶 賴清德 對 賴清德 最不希望賴清德 我想說那些 哈哈哈哈 這是賴清德 柯文哲跟侯友儀 那我們一位一位來 那為什麼是賴清德 他給人的感覺吧 沒有那麼真誠嘛 其實是他最近的那個表現沒有讓人家覺得特別的好 對 所以我最不喜歡他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為 嗯 我覺得有什麼特別的作為 一樣 也是賴清德 都是賴清德 我現在很討厭民進黨 哈哈哈哈 那為什麼會討厭 就是那個 其實我覺得這八年 他給我們感覺都是在用片的 然後再加上 車衣網軍 就聽到網路上聽到太多聲音了 就是不是 正面 就是挑撥 然後連自己的黨員也弄 所以覺得 嘖 不是 很喜歡這個黨派 未來的話 他就是不要當選 哈哈哈哈 OK 那美妮 其實我沒有很了解政治耶 可是我是看電視 他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 也是賴清德 也是賴清德 是不喜歡賴清德 對啊 就是他在節目上面看到的 他的一些 講話還是 不太喜歡 那個 紅色是他 那個 深紅色是不會去投 可是他很不喜歡賴清德 然後投紅色是 還在想要不要去投 帥哥明年是會 一定會去投票嗎 會啊 會啊 最不希望誰當選 你有什麼想法 最不喜歡誰當選喔 因為柯文哲現在感覺民調 現在第二名 所以我也感覺沒有希望 所以我會最不希望柯文哲當選 因為柯文哲就是 就是沒有自己核心價值 然後變來變去 然後一直在騙 然後我也是台北市民 他就在台北就沒什麼建設這樣 對啊 那方便 幫我在柯文哲這邊投一票嘛 好 好 欸我要看你youtube 你不是在上海嗎 欸欸欸 你真的有看 對我回來 然後你回來的 對對對 好 謝謝 謝謝 掰掰 願意接受採訪嗎 我最不希望 呃 先問一下 明年一定會去投票嗎 一定會去投票 一定會去投 我最不希望他當選 擔心得 對對對 因為我家是生男的 喔你們家是生男的 對對對 然後他應該會做得很好 柯文哲 你相信柯文哲 對對對對對 那賴清德的話 就是 嗯 嗯 都可以講沒關係 需要打馬賽克嗎 有有有 因為媽媽會罵 那就儘管講吧 對 他他就是感覺會就是 讓台灣的經濟更爛更爛 然後年輕人可能會越來越沒工作啊 兩岸的關係可能就是 會越來越差 我真的超怕的 我真的超怕打過來的 超怕 超怕 對對對 好那 一定會去投嗎 一定會去投 那可以幫我在賴清德這邊投一張綠色的貼紙 好 好 那歡迎訂閱 好謝謝 我應該這個吧 最不希望賴清德 對啊 為什麼呢 三個比起來的話 他之前也蠻認真做事的啊 投友也蠻認真 對蠻認真 而且他以前那個 在警察的時候都做得也不錯嘛 而且覺得他也是真心為了人服務 柯文哲的話我覺得就是 雖然有時候言論有點不好 但是就是也是有認真在去做事情的 有些人就是可能不喜歡 有些人喜歡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還是會比較會支持他 年輕人的部分啦 我是這樣子 有對不對 那所以 明年一定會去囉 會喔 我想要問你最不希望誰當選 賴清德嗎 對 為什麼呢 都可以講然後幫你上馬賽克 這是什麼想法直接講 理由我有一些理由 可是我一直沒有 還沒有那麼 沒有可以慢慢講 真的真的 反正我就看就是有一些民進黨的貪污 我發現賴清德都沒有很 去重視這些東西 比如說什麼槍擊 88什麼槍擊案 還有很多我一直想不起來 對我發現 他雖然要選中 可是他也沒有去 他沒有去正視這些問題 對 然後當然我是深藍的 但是但是我也想選一個好的 可是對 但是柯文哲就是 他有正視一些問題 那很多人說他台北市長就是 沒有沒有什麼建設 可是他我覺得他有一點講得不錯 就是他就是從他這陣子開始 就是什麼事都不能做 然後他我覺得他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不管是對內政或是中國跟美國 他的對話他都有一個 比較清楚的架構這樣子 對 OK 那大哥明年一定會去投票嗎 我會啊一定會 我可能這兩個會選一個吧 這兩個還在 對因為 如果他會當選我可能會選他 因為我是深藍的 可是如果他不會當選我可能就會選 侯友贏 我就看哪一個到時候勝率比較高 我會選其中一個 像年輕人不是都支持明鏡檔嗎 沒有一定 那是網路上的風向而已 我今天真的是實際問了一百個人 好那今天的街坊啊 終於把一百個人都問完了 那我們這就來揭曉一下 大家的三位候選人的這個票數啊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鏡頭過來 我們看一下 來個全景的喔 這是侯友宜的 侯友宜的票數 然後柯文哲的 OK 再來這個是賴清德的 全景到照片都買了 OK 這是最不希望誰當選的這個總票數 好不好 侯友宜 柯文哲 賴清德 票數在這邊 然後大家後製的時候也會上這個數字 大家也可以自己數數看是不是正確的 那從這個票數的表現啊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是不是好像 跟平常網路上那種一面倒的聲量 有一點 不太一樣 這件事情就是非常值得大家來深思 那喜歡這期街坊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一期再見啦 掰掰